大台南會展中心 相當陌生 然後這個展呢 我也是第一次參加 我真的不知道說 要不是因為PGO的關係 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展有什麼看點 沒關係我們等一下 帶大家進去看一下 現在映入眼簾了 我先必須講 它出來的位置非常方便 因為直接從高鐵 高鐵在那邊 直接高鐵就過來 直接走過來 就在這邊會展 有點像是國際 比如說我們去米蘭的時候 其實也是類似這種情況 會展就直接在 在一些主要的交通工具附近 然後呢 整個會長 從外面看起來是非常崭新的 各位觀眾 門口呢 直接 給你擺一排 超跑 這個非常 接台南的地氣 我覺得 台南很多 上次我們去南台車展的時候 很多 席下代券 所有的民眾 即使他們看不懂 但是他們都要來現場 看看一些很特殊的跑車 你看看一整排 非常帥氣 好 我們進去看看 你們也不賴 好新喔 好我們現在換證 因為他好像沒有給特別給媒體證 專業人士 我們只要一張名片就可以入場 非常期望 台北有一個這樣的展 比如說五股工商展覽館 然後可以變成 這個全新的規模 好我們來看一下 它裡面有什麼東西喔 欸它是一個汽機車混合的 那我們等一下去盆加騰 然後這邊有B&W Benz 納字節 MG 現代 山羊 還有一些 附件廠商 Gogoro 然後 Diagio 阿雷 光瑤 進來之後 進來之後 裡面的感覺 跟東京車展 跟五股工商展覽館 也非常像 你看 這個屋頂 這個感覺 對啊 非常的一頭 PGO就在我們旁邊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任務 我們要帶大家來介紹 PGO全新的水冷之王 好那水冷之王的部分 我應該會另外再拍一集 然後放在SUPERMOTO那邊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去看 那我等一下先帶大家來參觀這個站 我不知道它明年會不會有 但是現在我個人認為 現在台南的這個展覽 真的非常的不錯 因為它整個尺碼 並沒有說非常大 比如說 我不知道它有沒有南港展覽館那麼大 但是它的尺寸看起來跟五股的差不多 但是它整個新穎的程度 真的是煥然一新 非常的乾淨非常的舒服 然後它是機車跟汽車都混雜在一起的車展 在台北的話 大部分人都是要看機車就是獨立汽車 要看汽車就獨立汽車 但是混雜的故事在南部 大家的一般消費者會比較有這種 大拜拜的感覺 已經要開心 然後這邊 這個其實跟我們家蠻像的對不對 我們機車汽車都有 我跟你講南部真的很熱 你看我在台中的時候穿長袖 然後南到南部我就穿不住了 就必須要穿短袖 賓士的部分 他們這一次你看現在進到新的電動時代 所以它也直接展出了電動車 EQB然後EQE 然後坦白說他們的新的電動車 我個人是看不慣它前面的水箱護照的設計 但是它裡面的豪華 基本上就是傳承了賓士一貫的作風 跟Tesla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好你看EQA 我真的不喜歡這個水箱照 我必須講它整個造型做得非常流行 還有現在現在電動車都很喜歡帶入一些藍色 來代表它是電動車 但我個人覺得這個轉換時機太短太快了 所以很快就過去 那這些藍色看起來到時候開個兩三年 你就覺得有點多 我是建議如果你是要做電動車 未來可能就是要朝向傳統油車的做法 車與車之間排得非常近 但是我覺得我不知道可能是因為它的場管 可能也是人不多 然後再加上它場管真的非常新穎的關係 你不覺得排得那麼近 有什麼讓人覺得不舒服的感覺 而且它也沒什麼裝潢 但是還是看起來讓人覺得很舒服 好這邊就有一些車輛的部品商來到這邊 二輪的部分 兩輛非常帥氣的KR 我覺得明年如果這邊再辦的話 應該會比今年更熱鬧 而且它現在看起來 我不知道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它的環境就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就蠻加分 這邊還有台灣最厲害的就是車燈的部分 非常強 非常的法力 各種都有 哇你看看 好厲害 好厲害 什麼樣的燈都有 然後這邊 麥肯納 走過來之後呢 大展區 Volvo 好的 哇非常混雜 旁邊是機車 然後中間就直接變了 Volvo 這邊 我看看這邊應該是 有貿易商的活動嗎 有貿易商的活動嗎 看起來應該是 我不知道是哪一家耶 騰打二輪 應該是一個貿易商 所以它這邊的車非常多 有CUB 然後 CT125 還有KTM的車款 還有HONDA的CPR HO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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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大家摸一下福利 韓正 R7 紀念款 哇 車種非常多耶 R15 R15 春風 春風這邊也有 這是MT03 我們的老朋友 哇 都混在這邊耶 但是我其實有點搞不懂 這邊是什麼單位 因為看起來 什麼車都有 但是它就是一小一小一小一群 但我必須講 雖然它這邊非常密集 但你如果要跨車的話 你會在非常短的距離 就跨到所有的車 你看春風一整排 然後每個間區就是一台車 很像停車場一樣 然後你就可以快速的換 各式各樣的車款 而且現在看起來 應該各品牌也都可以 都有到位 Apria的也在 這個是SR GT 實車上次發表沒有看到 還不錯 蠻有跑格的 然後呢 Apria的多工人車 賣的非常好的 660 這邊還有MOTO GUCCI 你看看 非常齊全 MOTO GUCCI KTM的 群號車 全部都有 還有MOTORACE的機油 也有 好1390 好 非常完整 而且非常近 真的非常近 所以現在我不知道之後 會多少人 但是現在看起來很舒服 你在很快的時間 可以一台一台馬上換 馬上換 什麼車都可以在最短時間的適到 這也是一種形式 你不一定要做大的狀狂 好來到這個Vovo的部分 Vovo車 覺得不錯 XC40 我挑車的時候 我曾經考慮過XC40 但是我覺得 昨天的時候 因為我發表的時候 我今天不知道會不會剪出來 好 但是禮拜四的時候 全新的BMW X1出來 價格非常的淺 XC95非常帥 很霸氣 然後很放陣 我個人認為這種SUV 它做出來 如果大到一個尺碼 比如說到X5那個系列 就一定要走這種 方針的路線 看起來比較霸氣 我們才講到BMW 它就出現了 你看 而且它在這邊的展區 也是相較起來 比較簡單的 這一次不論是汽車 機車它都帶來了 然後機車的部分 這邊我們看G310R 然後G310GS小鳥 還有非常帥氣的S1000R 非常帥 還有R1250RT 我發現這台車必須介紹 就是它這顆儀表 各位觀眾你看 這個是在我們通常 在汽車上面才會看到的 這是12吋嗎 看一下 12.3吧 沒有血 好沒關係 我記得它大概是10多吋 12吋左右 然後是一個 這已經是21比9 非常特殊的比例 然後旁邊還有很大的印象喇叭 我告訴你或許未來 也不是說或許未來 我覺得未來一定會 尤其是豪華的旅行車款 它一定會撞上這種 又快又大的一模 現在你看 現在可能才是什麼 8吋7吋 之後一定會變得超大 M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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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哇 這個 我個人也覺得這台車非常的帥 非常的香 但是它的價位有點靠 挨插新時代的電動車 哇 哇 你看看這個 香檳金色的框 哇 好夢幻喔 哇 直接坐進去 好 欸 這個儀表是不是跟剛才那個RT 採用一樣的儀表 只是它沒有弧形 但是這邊有弧形 所以如果 如果你想要賞車來這邊 什麼車你都可以坐 很棒 然後呢它中間是一個懸浮的中控台 前面的你看完全沒有東西 新時代的 鑽石切削的 你看 我在調整的時候 前面還會跟著變 變的動畫 空調系統 哇 你看看這個鑽石切削的 然後呢它開門是要用按鈕的 所以你沒做過你可能也不知道怎麼開門 他們卡的 好 這台車非常香 非常香 它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賞車一下 電動車 而且呢我記得它這邊是有個 自體修復的功能 在這邊 因為常常會有石頭打上來 打上來之後呢 它會隨著時間 不知道多久 它就會 這個傷口就會撫平掉 很厲害 好 但是這台車呢 我覺得很香 但是有點貴 大家想要買電動的 小型SUV的話 我個人認為這一台 各位觀眾 全新的X1 昨天才發表 禮拜四的時候才發表 然後呢 今天就直接現場帶給大家 不錯的 我們來照看它的後座好不好 它的頭部空間是不錯的 剛剛有升高180 其實上面還有30的空間 它冷氣出風口 後面採用直的 很像兩個FAY一樣 蠻特殊的風口 空間好了 變我自己的賞車 賞車活動了 它的空間 我覺得以這種小型SUV 還蠻夠用的 我是不是太陷入 帶其中幾台車了 不錯耶 這車展很好 這邊也有一系列 但是一系列二系列 已經有一點點時間了 可能要等它改一下 然後回到機車二輪的部分 Shock安全帽 這邊有妹子 可以幫我揮揮手嗎 好 幫大家謀福利 這邊也有一個什麼 Tiger Moto Cogoro的攤位 看起來應該小小的 應該是他們的據點 然後直接來現場 然後旁邊呢 這是哈雷的攤位 山陽的攤位 山陽的攤位也來了 主流的車種也都在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 來賞山陽的車 也非常的齊全 幾乎都有 山陽看完了 你想逛光陽 光陽 IONES 就在旁邊 它油車在另外一邊啊 那我好啦 我先幫大家謀福利好了 KRV 如果你想要 看它的油車的話 他們在這邊有展 全新的KRV Motor 非常的帥氣 那如果你要看電車的話 旁邊則是IONES 也非常的完整 這邊有S7R 然後呢 然後呢 不要擋人家拍照 然後呢 這邊有I-1 現在賣的非常好的 比利捷的代言 然後這邊也有I-1-5 我個人覺得I-1-5是 最平衡的一台電動車 騎起來有I-1的協調性 然後它同時又有 具有大空間 然後又是兩顆電子 續航力比較好 好這個是暴龍吧 S7暴龍 好是不是 欸是不是很完整啊 小小的但是好像什麼 你要什麼什麼都有欸 MG喔 這個CP值非常高的 全新的車 MG 我們還沒有機會試駕到 之後再借出來 試駕給大家分享 這是太多機率的雙單照 是非常漂亮的 非常 非常CP值 然後上次我稍微開一下MG 我覺得它整體內裝 它整個運作的質感 很有歐洲車的感覺 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YAMAHA 欸沒想到YAMAHA 這次的攤位還挺大 塞非常多車 你看這麼小小的空間 而且這距離非常近 R15 R3 R7 你要試駕 你直接到現場駕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駕 但看起來應該是可以 但是它這個 就駐車架有點固定的 有點危險 所以我不知道 但是 看起來你要摸 你要怎麼樣都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 這個101 既然帶到現場 這我們上次試乘過 101真的是非常好騎的一台車 但是它們現在只是一個全球的 怎麼講 大家全球大封測的計畫 所以你要買可能也買不到 但是這車真的非常好奇 非常好奇 我覺得它會是一個未來電動大洋的一個範本 好我個人非常喜歡的EMF 叛逆 我心中的叛逆車第一名的車 它雖然賣得不好 但是我個人非常推崇這種很大膽的創新思維 好不好 但是可能會死在沙汰上 這個就是它值得尊重的點 好EC05 然後再來這邊 我們從車頭看好了 Limits Vinora 我個人也蠻喜歡Vinora 還有FORCE 2.0 BWS 天能 我覺得它很難發 我是直接叫它天能 好 天能非常好奇 非常帥 MT09 新的T媽 非常的好奇 各位 如果你在等全新的XMAS 直接現場就有XMAS 各位 可以好好的欣賞一下XMAS 但基本上它整個比例差別不大 但是它整體銷的線條變得更加厲害 好 應該很快我們就會參加他們的試乘會 到時候我們再來跟大家分享整個騎乘的感覺 看到現在我不知道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它的展館舒服 然後再加上現在人少 所以我給它評價蠻高的 因為它的整體的東西 我想看的東西都有到位 蠻厲害的 然後今年其實也不只這個展 我覺得今年北部 五谷公共產展覽館可能就會有兩個展 我覺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因為現在其實雖然這個展開得很快 但是很多海外的行程你可能看不到 所以我覺得或許到年中之後 我記得是可能是暑假吧 會有五谷公共產展覽館的展 如果那時候五谷的車展推出之後 我相信應該會有蠻多新的東西進到台灣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如果你是南部的朋友 年底當然有南台車展 但是南台車展可能會很熱 我覺得年初的這個展不錯 舒服 這邊還有福特 如果你想看福特最新的Vagon 很帥非常的帥 最近真的Vagon的戰也是打得很兇 大家如果想賞車可以來這邊看看 好以上就是我針對這次的台台台南車展 台南車展針對台南車展做的一個介紹 如果這兩天我發的時間應該是 應該是禮拜六好不好 如果有時間大家就可以來 如果是南部的民眾就可以來這展來逛一下 非常值得非常的內容非常不錯 好接鎖電話邊其實我們下次見拜拜 拜拜